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哪里 我现在在上海 今天晚上参加一个活动 所以一早从北京坐高铁 快六个小时到了上海 还没有吃饭 很饿 对啊 上海是有很多好吃的 但是我现在正是在高价上面 我想好好吃饭 他没吃的呀 现在 学佛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学佛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是吧 有人问 学佛是吧 首先呢 你们要建立一个政治正见 什么叫政治正见呢 就是 2500多年以前 有个叫释迦牟尼的人 在菩提树下成佛 成佛并不是飞到天上的是什么 最主要他知道了所有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真理 所以学佛的人呢 我们就要相信我们这位老师 跟随老师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学习佛法 并且把佛法用到我们生活中的人 虽然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人打着学佛的样子 做一些不是那么如法的事 但是我尊重所有信佛的人 因为信佛就是在一个逐渐自我完善的过程里面 让自己变得更好 变得更乐观 更善良 变得更真实的 温暖的活着 同样啊 学佛的人也是有脾气的啊 这样 所以呢 我认为学佛第一就要有皈依 把自己的心交给这位老师 还有这位老师的方式 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调整 可以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是这样的 好 昆波切 今天的课程已经上完了 接下来不再回答 关于这方面严肃的话题了 我们继续回到什么地方好吃 对 三里屯SOHO棒棒糖 棒棒糖的糖字写错了 那个不是棒棒糖 那个糖吃的那个糖的糖 它是那个糖煮的糖 对 我很喜欢调整的老师 对 是这个糖 棒棒糖的糖是这个糖 对 对啊 如果你去吃也许我们可以碰见 但是不要指望我可以帮你们打折 嘿嘿嘿嘿 哈哈哈 其实呢 上海 我上海 我这次在上海拍拍多深 就一次都没有来过市内 我都一直在车堆拍 我就一直住在蛇山 有些时候想一想 其实离上海这么近这四个月 但我没怎么来 很可惜 这上海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我认为 很好逛街的地方 也有很多好吃的 并且东西方文化 而且这边的人也非常的有趣 我有很多上海的朋友 本来我特别爱吃馄饨 爱吃上海的朋友 下海东西 我都可以 哈尔滨欢迎 最近我没有去哈尔滨 好吧 你陪我看流星 有一个人说 坤哥我要男朋友 你要男朋友 你找我干嘛 我也不批发 等以后我们 发现一堆的好男孩 就给你们啊 推荐给你们 诶 对了 嗯 我觉得啊 我可以 诶给我讲一讲你们大家最喜欢 现在目前最喜欢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好不好 电视剧 推荐给我看一看